在4月24日公映的電影《匹夫》中 王曉明出演一位血腥十足的邦匪大佬 而王曉明自己就說 其實自己是一個熱血沸騰的山東蠢野脈 在電影《匹夫》的宣傳海報上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邦要運 這句話相當之聰明 但見陀昌,王曉明的樣子很酷 令到芳有望這個土匪頭子的形象相當吸引人 而除了在片裏是匪幫的大當家 生活工作的每一個幫派 王曉明都運到風生水起,似無似仰 王曉明的土匪幫,這個大佬不好當 在電影《匹夫》中 王曉明扮演一個血腥十足的平民英雄 平頭黑臉一言九鼎 雖然是盤居一方的土匪首領 亦曾經做過搶劫綁票的不恥勾當 但在江湖道義上就有自己執著的秉持 而在民族有難的時候 他想都沒想,就拿起槍 帶著十幾個匪幫兄弟踏上了抗日的精情 這樣一個有血有肉,情感充沛的角色 在近年來,王曉明的演藝年表上 在前面確實力相當罕見 其實我壓根,根上還是個山東男人 還是有比較感性,感性多過於理性的 然後簡單和熱血都過於冷漠的那種人 所以皮膚的方有望是我喜歡的人物 也是我想演的人物 當我去演這種角色的時候 反倒我心裡這條路線是清楚的 是明白的,是懺懷的 當然,這個土匪頭子不是那麼好當的 片裏面王曉明扮演的方有望 擁有一個地下王國 為了營造這個地下世界 片方運來沙土 搭建了一個二千多平方的土棚 加上大多數的打鬥和槍戰 要在這樣的土堆裏面完成 王曉明經常都食土受罪 不過,與這個比起來 槍戰和爆破才真正令到 這個天不怕地不怕的土匪頭子有點心驚驚 有一場戲就是 炸點就是在我耳朵邊上炸了 那場戲就是像我說的 一邊走一邊打一邊說 很長的一個鏡頭 但是可能我們因為太長鏡頭 有時候你會不注意 煙火師有時候太老遠了 它看不清楚 它不知道你是不是該說到那兒 是不是該炸了 是不是該做什麼了 它可能就炸走了 可能也許我的臉就正好在那個地方 然後那條就啪 我就覺得我的耳朵一熱 眼睛一熱 整個什麼也聽不見了 完了這個眼睛周圍也被東西給噴著了 也看不清了 在戲裏面打打殺殺 王曉明這個幫主衝在前邊 戲外邊 他也都絕對算得上是聖職的好大佬 事務巨勢都想在前邊做在前邊 有了王曉明在那裡 後勤保障沒有了後顧之憂 每個人都好像多了一件貼心棉納仔 他說張欣毅有一次 他說我能吃一頓鴨脖子就好 然後下午的時候 就是那個小明就讓他的人買了20盒了 送過來然後請全主持 比如說他覺得我戴那個耳機太辛苦了 然後他就會悄悄買一副耳機送給我 他會買披薩 他會買火鍋 我之所以會請客 然後就是 比如說我看到他想要 我就會去拿來 我就是希望 我永遠都希望大家是開心的 在一起在工作 不管是家人朋友還是分子 我總是希望他們都是開心的 王曉明的兄弟幫 這個大哥是榜樣 別看王曉明在電影匹夫的匪幫裡面 找到風生水起 在親人這個大家族裡面 王曉明也是名副其實的老大 由於在家裡背墳高 王曉明從小就擔起了老大哥的責任 就養成了他到現在 事務巨勢都喜歡粗心的毛病 我是七個表弟的哥哥 我是長子長孫長外孫 我也從小就習慣了要給別人做榜樣 要去照顧弟弟們 要讓他們聽話 都說蔣兄如父 這句話擺在王曉明身上更加接切 由於幾個弟弟都對這個大哥很信服 他們有些小毛病的時候 王曉明的叔叔阿姨 求婦求母都會向曉明求助 一常我們家弟弟調皮搗蛋 他媽媽他爸爸不說 他們跑過來找我說 那個明明 他們叫我明明 你去說說你弟弟 他就聽你的話不聽我們的話 我就乖 就這樣 乖 以後要好好聽話 知道嗎 好好聽話 哥哥就不理你了 以後不給你拿好東西吃了 雖然對那些弟弟很關心 但是王曉明從來都沒有